祷告的时候被抓的时候 彼得就拿出刀来 削掉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 所以你看耶稣当时在马太福音26章51到54 他说 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 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赢多的天使来吗 其实耶稣是有能力求神差遣天使来拯救他的 可是他却没有 为的是要应验圣经上所说的 为的就是要为你跟我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赞美主 为了是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他从十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是成为了人都不能够逃离的事实 从古道经 多少的人设法延长自己的生命 求生不老的药 或者是念丹念药 就是求长寿 可是到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 因为圣经说 全世界都辅在那二子之下 因为撒旦魔鬼是长死权的 因为罪的公家就是死 因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他破除了这个罪的匣子 在人的生命中的匣子 他毁坏了罪死亡的毒钩了 所以感谢赞美主 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 神的儿子显明出来 为要消灭魔鬼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 那赐平安的神将撒旦魔鬼 猜他在他的脚下 同样靠着主 我们今天也能够胜过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五十四节这么说 这必朽坏的皆变成不朽坏 这必死的皆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生命 且是丰盛的生命 仇敌来乃是 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是成为死的人 或者是圣经说 碎了的人的出手果子 因为记得刚才说 耶稣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信我的必不永远死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代表说 那信耶稣基督的人 同样也能够在他里面活了 哈利路亚 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 15章20到22节 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成为碎了的人 就是死了的人的出手果子 死接着一个人而来 那就是接着亚当犯罪 罪而死亡进入人 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死人复活也接着一人而来 那就是复活也接着 耶稣基督一个人而来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了 照样 在基督里 众人也要复活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今天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 我们今天 我们这个肉体 我们有一天是会归回尘土 但并不代表 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 乃是耶稣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 同时在哥林多前书 15章51节 在这里再有一个属灵的奥妙 就像保罗说的 我现在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就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归回尘土的 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 而是在那一算那间 眨眼之间 那就是号角最后一次吹响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被提的时候 主再来我们被提的时候 我们都要改变 因为号角要吹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感谢赞美主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死的人他要复活 那人就还活着的人呢 不需要经过死亡 但是这个身体要改变 这是一个其他的奥秘 那么感谢赞美主 使到你我 知道我们今天 死不再是我们的结束 不是我们的终点 乃是因着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你我 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 就算今天归回尘土了 我们未来还会复活的 身心灵体 感谢赞美主 而且耶稣基督 他升天 他复活之后 他升天 坐在 坐在 父神的右边 耶稣复活后 将近四十天 他跟门徒们显现 继续地传讲 神国的事 后来 他在圣经说 他在路加福音 二十四五十 到五十一节的时候 他在跟众人 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就被提了 当他被提 有一个云彩 把他接到天上去 众人都望着天 在观看 这个时候 有两个天使 穿着白衣 来对他们说 加利利人啊 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看 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么来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会再来 因为他说 他去为我们预备住处 他会来接我们 所以感谢主 所以西伯来书 里提到 耶稣升天之后 他在做什么 他这里写的是 西伯来书 第一章三节说 他是 就是耶稣 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质的真相 用自己大有能力的话 展管万有 他做成了 捷径 罪恶的事 就是在十字架上 为你我 除去我们一切的罪 然后就升天 就坐在高天 自尊者的右边 而且他坐在神的右边 那代表说 耶稣复活了 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享有跟父同等的荣耀 跟权柄 因为在菲利比书 二章九到十一节说 所以神将他 就是耶稣 身为至高 又赐给他 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起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以父神 感谢赞美主 耶稣基督 就是三位一体的 里面的一个位格 他跟父神 同享荣耀 同享尊荣 同享权柄 感谢赞美主 他为了拯救你我 他天悲 舍去天上的荣耀 可是今天 他回到天父那里 回到父的右边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掌管一切 感谢赞美主 耶稣基督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这代表说 你跟我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信仰 生活有什么关系 那就代表说 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做我们的宗宝 做我们的大祭司 天天为我们代求 耶稣二章一节说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个宗宝 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 感谢赞美主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代表说 他与神同掌管 宇宙外物 也代表他日夜的 他做我们跟神之间的宗宝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天天在为我们代求 他是神跟人之间的宗宝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任何名 可以使我们得救的 就是主耶稣基督 这个名字 感谢赞美主 是的 耶稣基督已经死了 从十里复活 现今坐在父的右边 也在日夜替我们祈求 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是昨日 今日 知道永远是一样的 他是信实的 他的慈爱 他是永远不改变的 昔日耶稣在世上所做的 今日仍旧活着 而且耶稣是唯一复活的救主 哥林多前书里面 我鼓励你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你有时间 你去读这个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 一整个十五章 都说说了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而且耶稣基督 活的 是到我们得救的 那个凭据 也讲到 我们 你我在耶稣基督里 都要复活 而且我们复活之后的 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的 都在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里面 我鼓励你 再去看这个经节 这个经节也告诉我们 罪的毒钩 就是死 可是耶稣基督 已经胜过了 这个死亡了 感谢赞美主 若我们的耶稣基督 没有复活 那么我们就像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十四节想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 便是枉然 我们所信的 也都是枉然 但是弟兄姐妹 我可以大胆地说 世上有许多许多的 教主 但是世上 唯有一位救主 复活的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所有其他的教主 所有的宗教的教主 你今天还可以看到 可以找到他的坟墓 但是今天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复活了 十字架是空的 坟墓是空的 他今天 坐在 父神的右边 日夜的 来为我们代求 而且 他会再回来 感谢赞美主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 复活的救主 是活着 那对我们生命中 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们就不需要惧怕 知道 不需要惧怕 我们对死亡 我们能够坦然去面对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有福的一个盼望 就是知道 我们会在 主再见面 这么有史以来 世人最怕的 就是死亡 因为罪的公价事实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 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他已经复活了 而且他的复活 是我 你我们 给我们一个保证 我们也一天 跟他一样 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 耶稣基督 使我们在他里面 有这个 有福的盼望 当我们 在主内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的家人 若我们 已经信主的家人 即使他会离开 这个世界 但我们有一个 极大的盼望 他是活着 在天上 在等我们 我们有一天 也会回到天上 以他们 同聚 这个是何等的 何等的 有祝福的一个盼望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当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惧怕 那我们更要为 永恒而活 没有盼望 对永生 没有盼望 不知道死后 去哪里的人 他们只为今生而活 所以他们就说 趁着还活着 吃喝完了 因为死了 人就如灯灭了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知道 今生乃是 神会赐福我们 我们更有 永恒的生命 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我们要为 永生而活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因为刚才我们读的 那个经节 天使说 为什么 家里的人 为什么往天看 这位离开的耶稣 生天的耶稣 他怎么离开 他也怎么要回来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受死 复活之后 回到天上 他必再回来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要预备好 因为主耶稣基督 今天救了你跟我 不是叫我们在这里 等死 No 我们来是在这里 我们有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工作 神要我们做的 但是在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不知道 因为圣经说 那日子和时刻 没有人知道 唯有父知道 但是你想想 旧约里面 所有预言 有关耶稣基督的 旧约里面 将近三百个议员 都实现了 那么新耶里面 耶稣基督 他也应验了 他所说 还有在未来 议员到 耶稣要再回来的 也肯定会应验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抓紧时间 我们要做 我们该做的 因为那个时刻 没有人知道 甚至天上的天使 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只有父才知道 所以我们要警醒 随时的预备好 我们自己 耶稣曾经在世的时候 再次用许多的比喻 要门徒们 也包括我们 要随时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警醒 预备好 因为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四十二到四十四节 这么说 因此你们要保持警醒 因为不知道 你们的主 哪一天要来 因此你们也要 随时准备好 因为在你们 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今天我们看到 这世界 许多的乱象 天灾人祸 这已经是开始 可以给我们 心里面 甚至让我们知道 主要来的脚步 特别特别快 也特别特别的近 我不知道 在我们当中 荧幕前的朋友 你是否认识耶稣呢 他来的时候 你是否准备好呢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还没有信 耶稣的朋友 我真的是邀请你 来预备你自己 来接受耶稣 来到你生命中 来预备跟神和好 然后可以当 耶稣来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 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去哪里 因为耶稣 为我们预备了 住处 就是在天堂上 等我们 弟兄姐妹 若你已经信 耶稣基督的 当然我们知道 主已经拯救了我们 但是我们必须要警醒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 忠心的仆人 我们有一天 要回到神面前 我们神所托福我们的 神所给我们的 无论是时间 才干 机会传福音 各方面 我们是否有做到 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愿意听到的 主所对我们说的 就是你那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这就是极大的赏赐 这就是极大的 我们在这世上 为今生跟为永恒而活的 应当有的一个态度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神托福了我们 你我有执行大使命 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回到天上 同时他允许了我们 圣灵的能力 赐给我们去执行 大使命的能力 赐给我们 借着圣灵 能够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命 不是靠我们自己 靠业主赐下的圣灵 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 圣灵现在就住在你心中 而不需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去过一个 一个新生的生活 不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去明白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赐下圣灵 以我们同在 他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 他赐下圣灵 常以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主 记得耶稣还没有回到天上的时候 他说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 所以赐给了耶稣了 所以你们 就是你我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哈利路亚 昔日 门徒 他们看到耶稣被钉死之架的时候 他们害怕 可是当 他们看到复活的救主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 完全又被不已 改翻转了 不一样 他们忧愁变成喜乐 疑惑变成拙性 他们惧怕逃跑 变成到 他们胆大地公开地宣传 主耶稣基督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因为他亲眼看见 复活的救主 他相信了这复活的救主 赐给他们的能力去传福音 感谢赞美主 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复活的救主 他拥有一切的权柄 就像当初教会的门徒一样 我们今天你我也被托付到普天下去 传福音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我们也要相信主说 我常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当然我们更要相信 当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同在也在我们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传讲神的福音 我们祈求神 因着神的福音传遍的时候 神的神迹启示 随着他的话 来证实他的话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可以看到的 弟兄姐妹 死亡不是结束 No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永恒 你预备好了吗 这复活的救主 在你生命中掌权作王吗 你今生的生活 你新生的生命 是为着永恒而活吗 救主帮助我们 不要只是在知识上 知道复活的救主 是要是复活 但是他也托付了我们 我们该做 让我们为永恒而活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年轻人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敬虔的 基督徒的家庭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他的成绩 读书的成绩 真的是非常好 甚至他进入一个非常 就是长春藤的大学里面 当他在大学里面 他认识了一个学兄 这个学兄呢 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学生 同学 令他非常钦佩他 所以两个人就结成好朋友了 可是这个学兄呢 他却是个无神论 他不相信有神 所以这个学兄就影响了 这位年轻人 终于年轻人呢 就放弃了 他从家庭从小长大的 这个福音的信仰 他放弃了 而且他甚至怀疑神的存在 甚至来欺笑这种基督徒的行为 或者是欺笑福音的教导 然后他毕业之后 他离开家乡 因着他的信仰的改变 因着他已经放弃信仰 所以他跟家里的人 不能够住在一起 他常常要跟他的父母争论 而且他决定 他要去寻找 他的人生的理想 他人生的目的 他人生的 他的目标 各方面他就要过他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就走到这世界的道路里面 有一天 他在旅行的路程当中 他住了一个很小的旅馆 当时旅馆已经住满人了 可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方便的地方 那旅馆只能跟他说 只剩下有一个房间 可是这个房间的隔壁 住了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正在病 我怕他会吵你 他说没关系 我只要有休息 我只要一天一个晚上就可以 他在想说 那种比在外面 找不到地方休息好 所以他就住入了那旅馆 真的 那天晚上他睡不好 他没有办法睡 因为他一直听到 隔壁房间的一个人 一直在哀痛 因着病痛 在那边哀声哭泣 喊叫 甚至好像一个很非常惧怕的声音 在他的隔壁里面 他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睡 到隔天早上 他终于 他在离开旅馆的时候 他说 的确 昨天晚上睡不好 然后他就多问了一句 他说不知道隔壁的 那个住户 他怎么样 我在快清晨的时候 我就没有听到声音了 后来旅馆 就告诉他说 他是一个年轻人 就像你一样 年轻 很可惜 很可惜 昨天晚上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他就说 是吗 然后 再问下去的时候 他才知道 旅馆告诉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去世的名字 就是他的学兄 就是他的学兄 他忽然间想到 怎么会可能呢 因为我的学兄 他是那么能干 那么健康 而且说 遇到任何困难 都没有从来 没有听到 或者看到 他 有发出任何 哀求 或者是 寻求救的那个声音 他觉得不可能 但是事实 却是如此 他学兄的气势 使到这位年轻人 非常的震撼 使到他警醒 他忽然间想起 他在年轻的时候 儿童主日学 所学到的歌 听到的福音 他知道 回到神面前 悔改 接受耶稣 再回到他的生命中 再去走他人生的道路 弟兄姐妹 他发觉到 过去他不相信 有天堂地狱 可是他想到 他这位学兄 在临死之前 那种挣扎的哭号 是非常的恐怖 神在他心中 做了非常深的工作 所以他知道 他已经离开了神 他的生命 不再属于他自己 他很懊悔 他说 如果我当初 没有放弃 我的信仰 可能我就会把 这个福音 传给我的学兄 为什么是我 被我的学兄 影响 而不是我 去影响他 最后 他放弃一切 他到了缅甸 去做宣教士 耶德孙 就是缅甸的 第一位宣教士 他不到24岁的时候 他就到了缅甸 他在缅甸 37年 61岁的时候 离开世界 在他离开的时候 缅甸一共有 63间 净性教会 共有7000个 基督徒 同时 他也留下了 英缅字典 使到以后的宣教士 能够使用 他这个字典 成为他们宣教的 一个极大的工具 他也翻译了 缅甸文的圣经 使到缅甸 慈善的人 有机会 听到福音 弟兄姐妹 最近我们常听到 看到缅甸的事情 弟兄姐妹 神爱每一个人 神爱四人 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弟兄姐妹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之后 我们知道 他复活 我们庆贺 他使我们得胜 但是我们的生命 是否 是为永恒而活 我们的生命 是否有留下 那永恒的脚步 我们的生命 是否带出 耶稣基督 复活的大能 因为耶稣已经复活 他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是只要 我们的生命是顺利 顺畅就可以了 让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影响 生命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 复活的大能 弟兄姐妹 刚才我说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神迹奇事 随着我们 我们常常会 立刻想到 就像我刚才说 医病赶鬼 但是弟兄姐 最大的神迹 最大的神迹 就是生命的改变 罪人回到神面前 这就是复活的大能 所能够带来的 今天 我们不只是 庆贺耶稣的复活 今天也是我们的 圣餐主日 我们再次的 以圣餐来 纪念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做的 更重要的 耶稣说 每当我们如此做 为了纪念祂 直到祂再回来 也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让我们来思想 我是否预备好 每一次领圣餐 我们都要在事前 甚至在聚会前 我们就安静下来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洁净我们 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让我们预备身心灵 来敬拜神 来领圣餐 让我们一起来 先预备我们自己 若你今天早上还没有预备的话 让我们先来求 问我们自己 这复活的救主 是否是我们生命的主 这复活的救主 在我里面 我是否有活出 这生命的影响力 让我们安静下来 主 我们感谢你 你是复活的救主 主 我感谢你 现在就活在我们当中 活在我们生命中 主 我祈求你 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 祈求你 圣灵来光照我们 主 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你所为我们的使 就是要释放我们 拯救我们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主 你是复活的救主 愿你的复活的代价 也在我们里面 活出你复活的代价 主 我们感谢你 你的复活的代价 也能够使我们 在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捆绑 得释放 感谢赞美主 主 谢谢你 借助圣灵 现在就在我们当中 来做更深更深的工作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这么写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缘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叶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吃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利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着饼 喝着杯 是表明主的事 只等到他来 我们一起喝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复活的救主 耶稣你是昨日近日 知道永远不改变的神 我祈求你圣灵今天 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 你复活的大能 是否在我们生命中 彰显 我们是否 顺服你 允许你来使用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再次的把自己献上 当成活迹 主 我求你的复活大能 大大来充满我们 出去我们的惧怕 赐给我们一个 刚强断胆的灵 出去我们的忧虑 赐给我们一个喜乐 的心 主 你的复活大能 就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 刚强赚胆 因为主你已经复活 我们不需要再惧怕 我们不要被我们眼前 所看到的这一切而惧怕 主你已经复活了 你就活在我们当中 你在父的右边 日夜在为我们代求 主感谢你 谢谢主耶稣 谢谢你 感谢你耶稣 让我们明白 我们应当为永恒而活 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 留下那永恒的脚印 能够荣耀你 主谢谢你 我们不靠势力 不靠才能 我又依靠你的圣灵 放能成事 我们就全然仰望你圣灵 大大来引领我们 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耶稣 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一切 主谢谢你 今天我们不只是 庆祝你的复活 主让我们 可以说 主你就活在 我们生命中 我们不需要 要为未来惧怕 因为主 你掌管我们的未来 主你活了 你住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 时时刻刻的 被提醒 我们有一天 要回到你面前 见主你的面 主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耶稣 我们将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 在这第一堂的聚会 往后 我们有Zoom的团契 我们欢迎你 你若有什么祷告需要 我们的组长 我们的同工 带导同工 愿意跟你一起祷告 福获的救主 在我们当中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更期待 看到新来的朋友 我们的关怀同工 也愿意在Zoom上 来祝福你 来为你的需要 祷告 也来让你有更多的 认识耶稣 或者是让我们 能够来更认识你 弟兄姐妹 在4月11号 我们要开始 我们的成人主日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欢迎所有已经上完 星期点课程的弟兄姐妹们 赶紧报名 我们有很好的讲言 有很好的内容 大家能够在祖里面 一起学习 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 若你还没有加入小组 你可以email elaine at calvary.ca 无论你有任何的 有关教会的资讯 你需要的 我们的同工Elaine 很愿意来让你知道 谢谢大家今天 在这里 跟我们一起 庆祝复活节 复活的救主 在我们当中 复活的救主 与你同在 在复活的救主的同在下 我们是得胜 有疑的 上帝祝福你 耶稣爱你 我们也爱你 主啊 在这个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的世界 感恩 你与我们同在 因着每一缕的清风 每一丝的花香 都提示着我们 这美好的世间万物 都有你造 世间的万事 也都因着你的心意而来 你是万能万有的主 你是君王 你是光 你是爱 你爱你的子民 这种大爱 正如清晨的阳光 洒满整个世界 一如春雨 润泽着万千江河 世界由你而来 为你所掌控 感谢赞美主 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主 必带领我们得胜 不久前 BC省 卫生官发布了 省内大学 将在九月 全面恢复面授的 指导方针 这无疑是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是对疫情 进一步控制的 有利信号 也是对疫苗 普及的正面确认 虽然我们 难免有着疑惑 有担心 但我们相信 我们信靠得住 必定会为子民 做最好的安排 在可预见的未来 请降下足够的智慧 给政府和卫生官 从而为民众 做出最适当的判断 主啊 在此也求你 保守教会和同工 让每周的礼拜 和小组的学习 都有你的同在 有满满的祝福和恩高 施工一切顺利 并每个参与的教众 都有圣灵的触碰 得以灵命的成长 也让更多的世人 能与你亲近 得福音 得自由 得永生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让我们以奉献 继续我们的敬拜 格林多后书九章七节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现阶段 大家可以 两种奉献方式 来参与神 借着教会的 各种福音事工 第一种方式是邮寄 第一种方式是邮寄 您可以将支票邮寄到教会办公室 第二种方式是网上奉献 在我们嘉绿山教会网站上 您所为他摆上的奉献 使神家有良 使福音事工成为世人的祝福 愿神为您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予您 甚至无处可容 Amen 如果您是第一次观看我们教会网上直播的新朋友 您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点击 Welcome Home 然后添写您的联系方式 添写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我们教会会与您联系 有带导需求的弟兄姐妹 可以在教会的网站上点击Connect 然后点击Ask for Pray 以中文或英文添写您的带导请求 我们会为您带导 想在365天之内读完一本圣经吗 来参加我们的同读圣经365活动吧 计划目标 一年内结伴读完圣经 适合对象所有的弟兄姐妹及亲朋好友 结伴原则同性别或家庭之间的自由组合 每组人员建议不超过六位组员 使用工具 微读圣经运用软件 安装方法 向您的小组长索取同读圣经365宣传乐的电子版 通过微信或者是email都可以 用手机 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 即可顺利安装软件 具体使用方法 请到网址 wt.bible.help里面去查找 谢谢弟兄姐妹们 上帝祝福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略山教会中文堂近期主日团期内容 今日团期内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耶稣天父把他的爱子放到我们地下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复活中 我们从罪恶和邪恶中复活出来 我们在一起呢 我们在一起在耶稣基督的情里面 得到新的生命 在我们今天结束我们的祷告之前 我们一起来背诵我们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Now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愿主保守你 赐福于你 May he cause his face to forever shine upon you 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May the Lord grant you his peace and fill your hearts with hope 愿主赐平安 祝福于你 In Jesus' mighty name we pray 愿主 愿主的名 Amen Amen From our family to yours Happy Easter 从牧师的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祝福 祝福每一个人 富和节快乐 We're so glad that you could all join us today We pray that you'd have a wonderful week 祝福大家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周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 next Sunday for Calvary Church Online 盼望大家能下一周 我们在我们的线上 再次聚会 让我们唱新歌 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每天都是新的 让我们一起来 充满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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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做新事的神 Amen 我要向你唱新歌 恩典怜悯 每天都是新的 新旧新皮带 每天要吃香 你是做新事的神 Amen 哈利路亚 我要向你唱新歌 恩典怜悯 每天都是新的 新旧新皮带 每天要吃香 心里是心里是将要成就 心里恩高 心里恩宠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成长我们身为高 心里是心里是将要成就 心里恩典 心里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充满神的荣耀 你是做新事的神 Amen 哈利路亚 我要向你唱新歌 恩典怜悯 每天都是新的 新旧新皮带 每天要吃香 心里是心里是将要成就 心里恩高 心里恩宠 心里恩宠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我们身为高 心里是心里是将要成就 心里恩典 心里盼望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要 我们要唱新歌 充满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充满了生的荣耀 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主 我们的神 神来是佩得赞美的神 你是佩得歌颂的神 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们相信荣耀神机将上显 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 我们将一切颂赞尊荣都归给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 我们下个礼拜见 上帝祝福你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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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